主要传播途径 同性间传播达到了32% 即将于本月27号赴澳大利亚的大熊猫王王和福尼 24号接受了出国前的最后一次体检 中国和澳大利亚专家的联合检查表明 目前两只大熊猫身体基本健康符合出境标准 根据相关协议 4岁的帅哥王王和3岁的女女福尼 将在澳大利亚度过10年的异乡岁月 上海反家庭暴力庇护救助中心昨天正式成立 这个中心配备了7张床 还配备了休息室活动室 免费为受到家庭暴力侵害后 无处安身需要替护救助的妇女儿童和老人提供食素 替护入住时间一般不超过7天 广东汕头一艘海船 接到渔政部发出的缓闭风景后 仍行出海 导致9名床员失踪 之后有人透露 床员是因为船主逼迫才冒险出海的 事件已经发生了20多天了 但有关部门尚未对此事进行调查 据日本中心地方检察厅的调查 日本首相秋山游记夫的资金管理团体 有碍政经肯谈会的政治资金收支报告作假问题 涉及金额至少达2亿多日元 据共同社报道 检方已经着手调查 随后还将就秋山本人之后参与造假进行调查 24号 一架民用直升机在以色列北部坠毁 机上4人全部遇难 包括一名飞行员和3名游客 其中一名游客来自英国 目前尚不清楚坠机事故的原因 以色列警方说可能是机械部长导致了坠机 德国首都柏林和第二大城市汉堡 近日连续发生诸汽汽车送货案 号码和奔驰机车是送货者袭击的主要目标 柏林警方24号表示 送货案因为左翼其端分子和反军国主义团体所为 送货者都是单独作案或小团体作案 汽车送货案在德国一旅见中心 平均今年国际就有两多部好好车被负一句 凭生活史及座极限运营摇滚巨星 意大利总理贝鲁斯科尼 日前被世界知名摇滚乐杂志 滚石的意大利版 评为2019年度摇滚明星 并且成为该杂志的风云人物 滚石编辑卡洛安东内尔表示 选贝鲁斯科尼为年度摇滚明星 几乎是全票通过 这是毫无争议的决定 贝鲁斯科尼的生活诠释了摇滚的定义 正在卡塔尔访问的贝鲁斯科尼及其办公室 没有对此事作出评论 沙俄皇室传家宝周长平将于11月30号 在伦敦索斯比拍卖行拍卖 拍卖的主人是亚历山德罗维奇大公 和他的妻子玛利亚 他们是俄国最后一位沙皇 尼古拉斯二世的叔叔和婶婶 拍品包括100件精美华丽的私人物件 最昂贵的当主独一无二的 费布奇香烟盒 预计能拍出9万英镑的高价 所有拍品的估价为100万英镑 这两天我们新闻频道 一直在关注境外的热钱流入国内 根据9月末的央行数据显示 我国外汇储备余额 9月比8月中不可解释的部分 多出了约400亿人 这一路不明的就是我们说的热钱 那来了来势汹汹 感谢您的观看